好 再来今天的看世界 我们要带来关心的是中东的冲突 有没有可能持续扩大呢 因为现在传说以色列军队 又炸死了真主党的指挥官 上次法新社的报导就说了 真主党的最高指挥官叫做塔威尔 在前往耶路撒尔的路上死亡 其实这句话非常具有宗教意涵 还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因为当他们使用这样的字眼的时候 就代表说 他是一个被以色列军队击杀的战士 现在大家更担心说 除了在加萨地区的惨剧 还有人道悲剧不断的在发生的状况 有没有可能以色列相关的冲突 会向外再溢出 尤其也导致了这个加萨冲突再度蔓延 本身这个最高的指挥官塔威尔 他的身份当然非常特殊 除了我们说 他本身在当中的指挥层级上 相当的高之外 他也是以哈战以来 被击杀的最高阶成员 甚至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上 他也扮着一种领导角色 甚至他本身是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 也被认为说 他其实常常的在黎巴嫩的南部 还有在以色列北部 不断的策划一些军事行动 或是渗透行动来影响以色列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 特别受到关注的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说到打赞 当然大家非常会关注的 就是武器是哪里来的 现在再又发出说 这个哈马斯他们手上又有新的武器 而且这种武器是在北韩朝鲜来制造的 根据南韩的国家情报院的资料 就显示说他们发现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自制的F7火箭推进式的手榴弹 而且当他们发现这个状况拆解 竟然发现说 很有可能是北韩军援哈马斯 这个相关的武器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其实就很明显违反了安理会的制裁 因为北韩在2006年 第一次试射核弹的时候 就已经被安理会制裁了 而且禁止世界各国跟北韩来进行交易军备 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 包括在北韩他的武器 之前已经大家讨论说 很有可能北韩的武器流到了恶务战场上 而现在恐怕在加萨地区 也出现了北韩武器的踪击 再来我们就来看到 现在大家特别关心的是 如果在整个中东情势 这么紧绷的状况之下 中东冲突有可能外溢吗 我们一起来看到这次报道 两团爆炸浓烟窜上几百公尺高空 以色列和黎巴嫩交界火箭炮弹互轰 这次竟然把真主党指挥官炸死了 就是这位塔威尔 是真主党旗下精英组成的拉德万部队高级指挥官 传出他在黎巴嫩南部搭车移动时 遭到乙军攻击死亡 这也是去年10月以巴开打以来 真主党遭击毙的最高级成员 不止以色列 真主党还有别的敌人 贝鲁特机场电视荧幕通通关上 因为星期天遭到骇客攻击 播送批评真主党的文字讯息 初步判定是黎巴嫩境内反真主党势力犯案 不确定是否和以色列有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踏进以色列 担心政治党局会官死后 已离边境局势恶化 支持真主党的伊朗认为 都是美国无条件支持 放任以色列 才让中东陷入停不下来的冲突循环 VBI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空中的交通安全 尤其大家看到的这个状况 阿拉斯加航空的喷装意外 现在也让波音雪上加霜 我们先来关心到这件事情 是在1月5号发生的 是波音的737 MAX 9的飞机 刚刚起飞不到10分钟之内 窗户还有大块的舱壁 是突然松脱飞走了 还好当时坐在舱门 或是窗户旁边的这名乘客 他是有细紧安全带 只有稍微的受到一点皮肉伤 但还是这个画面 让大家觉得非常惊恐 尤其苍脸施压也紧急迫下 还好177个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受伤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外号觉得蛮紧张 而且被喷飞的内坎式舱门门猜 目前也已经找了回来 而且是在大家的后院里找回来了 不过我们来看到这架飞机的话 是在2023年的10月31号交付非常的新 在11月11号第一次正式的起航 服役到现在其实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总共飞过了145趟的航班 这么新的飞机到底为什么会出事呢 其实这种内坎式的舱门门塞 算是非常常用在飞机上面的一种零件 而现在包括是美国联邦的相关的单位 他们说其实跟事故飞机的同型号飞机 也都是暂时停飞 而且马上要来进行检查 但是这样的消息势必对波音来说 的确是雪上加霜 因为在2019年是737 MAX 8的机型 当时连续发生了两起重大的空难意外 一件是狮子航空 另外一件是伊索比亚航空 当时这两件的空难意外 后来就则发现说 就是跟飞机本身是有关系的 所以当中的自动飞控系统误判 也造成了346根死亡 当然对波音来说是一个重大创伤 也让他们在2019年被禁飞 而且长达20个月 让很多人其实根本就不敢买波音的飞机了 也让他们很多的订单 往外转移到了空中巴士 主要非常的诚信 还有股价的冲撞 也让他们损失了美金至少200亿 而现在这样的状况再次发生 有没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危害 大家也都是很想知道的 不过现在这个舱门终于找了回来 甚至当时在飞机里头飞出去的iPhone手机 竟然也被找到了 而且还可以开机 天降iPhone 这可不是促销活动 原来是日前阿拉斯加航空机身破裂 跟着喷飞的旅客iPhone 坠落了4800公尺 竟然还能正常使用 捡到的男子打开手机 靠着这封通知领取行李的简讯 才确认施主是谁 同时该扳机喷飞的内牵式舱门门塞 以及头号的货手 松脱了螺栓 也在普特兰民宅后院找到 目前全美国的破音737 MAX9 还在全面停飞检修中 通常同款的内牵式舱门 由四个螺栓跟十二个 直动装置来固定门塞 必要的时候才会改装成逃生门 现在传出美国联合航空 十架的同款客机 螺栓都需要重新拴紧 复飞遥遥无奇 阿斯加航空跟联航 总共取消超过360个航班 空中交通够乱了 偏偏恶劣天气也来搅局 本周全美国有7000万人 面临暴雪暴雨或是强风的极端天气 降雪量预报超过30公分 陆空交通都会受到影响 TV 宣布导 对日本来说 尤其是关西地区 空中交通除了飞机要够稳之外 当然地面的机场也要够好 而现在关西机场也面临到 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整座机场不断的在往下下沉当中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主要我们先来看到关西的国际机场 它是全世界第一座填海造陆的机场 造价是150亿的英镑 换存成台币就是5800多亿 而且它的海上机场这样的状况 其实有它的非常独到的优势 就是不受宵禁限制 基本上运量也非常大 但是这几年发现 其实出现了一些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 就是它不断的往下下 特别他们形容地基 就像一块湿湿的海绵一样 主要这个机场是盖在大阪威上面 水深达到了17到18公尺 每一年都下沉到现在算下来已经11公尺多了 海拔高度只剩下5.3公尺 当然如果再这样沉下去的话 那还得了 所以当然要来解决 而且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难道没有发现到会下沉吗 当然是会的 只是他们想说 这个下沉的幅度超乎大家的想象 当时的工程师就说 新建的时候预测说50年之内会均匀的下降 降到海拔3.96公尺的时候就会维持一个相对稳定 但是才干好6年 就已经达到了这个临界值 而且现在不断的在下沉当中 当然必须要来解决 过去怎么做呢 曾经花1.171的1的英镑来加高海堤 但是效果并没有太好 所以现在大家更担心 我们知道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 如果这时候再有个风暴潮一来的话 台风一来把这个海水卷到这个机场 可能因为它的海平面是比较 这个海拔是比较低一点的 那又该怎么办呢 专家就说了像这种极端气候 还有全球暖化的危机 预计在2056年就会完全沦陷 所以这个问题势必也都应该要来解决 但是到了机场 如果你落地的时候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 我真的不想要在入境关口排很久 那该怎么办呢 现在仁川打造智慧机场 你两手空空光靠刷脸就能出击 机器人在登机口穿梭 焦急寻找旅客的身影 送上预约的饮料还有点心 仁川机场独特的食品送达方式 要让这里不只是转运点 更要成为知名景点 认为机场不应该只是交通的一部分 但便利快速仍然是机场最重要的任务 仁川机场派出机器人不只是噱头而已 是转型成为智慧机场的一小步 是卫无止化也是其中一个趋势 顶靠脸就能完成检验 ICN Smart Pass is one ID 更号称未来两到三年内 要让乘客甚至不用扛着行李出门 两手空空就能轻松出国 就是这样的便捷 让航空巨头也决定在这里设点 便利还不只是人穿机场最引以为傲的优点 好几年都靠顾客服务 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最佳机场 包括机场里各种文化体验 还有免费的市区观光行程 就算只是转机也能到手而走一走 如果您有足够的交通时间 像6至8分钟 您可以认为交通通训练项 是免费的 我们给您免费的交通 还有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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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目前人船机场的主要旅客 除了中国大陆就是来自东南亚以及美国 为了配合这些旅客抵达机场的时间 也做出了一些贴心的调整 因为时间的差异 南亚人们常常来到船舶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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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很难找到外面的酒店 或有其他店员或店员开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的是 人船机场强调 与机场之间并没有竞争的关系 大家都是飞行交通网路的一份子 积极打造智慧机场的目的 并不是要成为评比当中的冠军 而是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经营的模式 让更多同业能够借鉴 共同创造便利又暖心的航空服务 TVS新闻综合报道 TV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